大家好,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,高燕 2024年2月刚刚过去,我们每月例行对尔湾周边地区市场数据进行梳理和总结 过去的2月份,现象总结如下 总体情况 2024年2月份,市场从美国的年末节日淡季恢复,加州房价整体上涨 尽管尔湾每尺单价略有下降,但供给量、交易量、交易速度都在增加 但是供给仍处于历史低位,依然严重不足 尔湾房屋平均交易价格比listing价格高,交易时间减少到了7天,仍然是严重的卖方市场 请请见下面具体数据,如需咨询更详细市场数据,请和我们联系 数据一,过去5年,加州房产价格变化趋势 这是从2019年1月到2024年2月,整个加州地区,房产销售每尺价格的中位数 从整个加州看,2月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1.4%,比1月上涨了4.8% 之前的5年,每年都在温和上涨,比通胀率高 这说明房产投资是跑赢通胀的安全的投资手段 数据二,过去三年,加州,尔湾及尔湾周边城市房价走势图比较 到2024年2月,整个加州及尔湾,蓝线为整个加州,红线为尔湾,周边城市独立屋及康斗每尺价格的中位图 相比去年同期,整个加州上涨了11.4%,尔湾上涨了18.4%,森林湖上涨了19.7%,塔斯庭上涨了13.7% 相比上月,加州上涨了4.8%,尔湾下降了2.1%,森林湖上涨,塔斯庭下降 从2022年1月,整个加州累计上涨了29%,尔湾累计上涨了59% 数据三,市场上可受房源变化,以尔湾,森林湖,塔斯庭三个城市为例 这个数据显示市场上可受房屋数量变化,从2022年11月,市场上可受房源持续处于低位 以去年同期,尔湾下降了18.3%,森林湖下降了18.4%,塔斯庭下降了35.9% 相比较上月,尔湾可受房源有较大幅度增加 供给不足,是目前推高价格的最主要因素 数据四,每月交易完成数量变化 自2023年1月以来,每月交易逐渐上涨 但8月之后,交易量开始下滑 2月比上月,尔湾增加了14%,森林湖下降,塔斯庭增加 尔湾比去年同期相同,塔斯庭增加了90%,森林湖下降了31% 数据五,过去三年,加州及尔湾房屋销售时间 从上市到签约的时间 2021年1月,尔湾卖掉一栋房子平均需要17天时间 2024年2月为7天,以上月又减少了4天 说明买家抢房的热度增加 数据六,买卖双方的谈价能力变化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4年2月,尔湾地区 最终成交价和卖家要价的比值 2月成交的平均价格比卖家的list略高,为100.8%,比1月份有所增加 数据7,不同卧室数量房屋的每尺价格变化比较 这是从2021年1月到2024年2月,尔湾,不同房间数的房屋每尺价格变化 相比较去年同期,两间卧室上涨了19.7%,三个卧室上涨了18.3%,四个卧室及以上的上涨了19.6% 由此可见,三间是需求的主力 相比上个月,两间,三间卧上涨,四间卧室的下跌 结论,2月尔湾每尺均价略有下降 但供给,交易量与交易速度都在增加,证明了大家对未来市场价格的信心 我是尔湾地区的地产经纪人高燕 我们认真专注,是房产投资的好助手 我们反应迅速,还有解难总在您左右 大家如有房产需求,请联系我